一般动漫的后宫男主要么是长得贼帅 要么就得亚萨西直爆表 但今天我要讲这部后宫动漫坑普法 男主除了拥有意识上两点之外 他还解锁了全新的后宫大法 也有练此宫必先自宫 因为男主在一觉醒来后 发现自己竟然变成了女人 于是本座的看点就是男性的男主收后宫 而女性的男主也收后宫 每天轮游排队接吻究竟是怎样的体验 男主全名叫赖能明金流 是一名日本在读高中生 一天早上醒来时他发现自己的弟弟不见了 陈伯也没有来找他 这让他非常着急 自己怎么变成了女人 不过面前的玩偶却给他解释 你是被选中的孩子 而被选为喷普法的条件必须是女性 所以阿赖在变回啃普法时就必须变成女性 手上的手环是成为喷普法的契约证明 在每一次变身前会发光给予提醒 不像其他剧的男主一样 阿赖一点都不兴奋自己变成了女人 反而只想陈伯赶紧回来 所以他认为这是梦就睡了过去 果然醒来后弟弟和陈伯都回来了 他很开心的要去上学 还在路上遇到女神小峰 但是手环就在确实亮起 阿赖才知道刚刚的一切不是梦 于是他赶紧找了个借口躲了起来 而之所以会突然变身 是因为其他的啃普法来跟阿赖战斗了 啃普法具体要做什么没有人知道 被选中的这些孩子只清楚要不断跟其他人战斗 所以阿赖也只能巴拉拉小魔神全身变 不敢啦 哎妈呀真尴尬 但变身后的阿赖却获得超越人类身体的极限 只是简单的一跳就来到路灯上方 还没有搞清楚情况的阿赖就发现小峰追了过来 成了敌人的目标 于是他伸手想要阻止 却召唤出一个巨大火球 火球砸到了电线杆 眼看对手根本没有察觉到 阿赖竟出于本能地冲过去救下了他 然后两人就以一种极乐的方式靠在了一起 也不知道是害羞还是感激 反正他就这样放过了阿赖离开了 而阿赖也得赶紧离开现场 但他不知道的是 自己的女神已经爱上了女性的自己 等阿赖来到学校后 就被同学告知有人来找他 这所学校是份男子部和女子部 一般情况下 男女是根本不可能见到面的 但是男的女生是图书委员 所以有特权 他就是刚刚攻进男主的那个 肯普法 名叫红英 变身前的他是一副 腼腆交络的模样 阿赖完全想不到 这是现前那个可以说出 自己要一枪打爆他屁股的 狂野少女 而关于红英为何变成肯普法 大致情况跟阿赖一样 也是醒来后被玩偶告知 每一个肯普法都会有一个玩偶传递消息 他们是奉命于神秘的调停者 先前会停下攻击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 阿赖的手环颜色跟红英一样 正是属于盟友 他们的敌人是其他颜色手环的肯普法 不过现在最困难阿赖的事情是 他无法控制变身时间 甚至在变成女性后 连上厕所都让他纠结半天 瞧这出息 不过很快他们就遇到了 红色手环的肯普法攻击 他是学校的学生会会长小娜 他被阿赖红英早两年成为肯普法 所以战斗力显然不是他们二人能比的 女神给看到了 想到前几天被女神告知 他有心上人了 得知是女性的自己后 他格外生气却又无可奈何 现在又是女性的自己在显摆 但又不能对女神借死不救 果然这女神醒来后 直接找到女性的阿赖告白 阿赖想死的信都有了 但就在他装狂的那一小片刻 会长去抓走了女神 并真正对他们展开红极 完全是单方面碾压 不过阿赖却利用了火球 引起了火灾预警 突如解压的喷水 那会长没反应过来 于是被红衣制服拿枪对着头部 变身后的红衣性格暴躁 二话不说就把开枪杀人 但阿赖的雅萨西又一次展现 虽然是为了跟会长做交易 不要再伤害女神 可他这个行为却还是为了日后 收下会长这个后宫做了铺垫 会长之所以会战斗 也是因为不清楚战斗的理由到底是什么 所以只能遵循规则 看能否在最后找到调停者询问 而这件事结束后 阿赖就被会长安排到女子部就读 原因是因为她的变身 已经引起了学校的注意 为了解释这个神秘少女的由来 所以只能让阿赖一直当女的 来掩盖恳普法的事情 但说得好听 还不是会长想天天能看到阿赖 男性的阿赖也好 女性的阿赖也罢 总而言之 会长从那次被救之后 就开始喜欢捉弄阿赖 而到女子部后 女性阿赖就像是开了挂一样 竟吸引全班女性的追捧 可能是因为没怎么见过男生 所以变身后的阿赖还保留着一丝的帅气 而除了会长开心以外 女神也开始天天缠着女性阿赖 他们两人是很好的闺蜜 为了给阿赖整活 会长谎成女性阿赖 再跟男性阿赖谈恋爱 这是什么操作 我练我自己 自恋吗 到头来最大的情敌 竟然就是我自己 而会长还嫌势闹得不够大 竟然还连阿赖抱了选美比赛 于是你先看到阿赖各种制服口词 这不仅让各位老司机兴奋 还让女神也兴奋不已 听到阿赖在更衣室 立马就冲了过来 不过对于女神的纠缠 红衣也是看不下去的 在这段时间的相处 他其实已经被动加入了 阿赖的后宫只是不自知 所以这次他直接开口 替阿赖拒绝了女神 女神伤心地跑开后 阿赖却还得被他变成男神后 给他加油 这操作绝了 小丑竟是我自己 而在选美大赛结束之后 会长不愧是干大事的人 竟然直接亲吻阿赖 还是戴拉斯的那种 不过亲吻之后 他又变回了那个冷漠的模样 就留下阿赖在原地回味无穷 阿赖的后宫自然不止这些 毕竟少了亲吻的后宫翻就不完整了 所以在隔天 本在国外的亲吻水晴 却回来了 他这次回来就要常住 于是成了阿赖的同学 并且他也是肯不发的一员 手环颜色为红 糟糕的是 亲吻在学校听到 传闻阿赖恋爱了 于是就找到了女性的阿赖要杀了他 而这就刺激到阿赖的后宫团们 会想出现制服的亲吻 阿赖也变回了蓝单身解释原由 于是本来应该互相战斗的四人 却因为这次汇聚而停战了 他们决定调查一下肯不发的事情 可能查到的共同点 就是他们每人都有一只传心玩偶 而好巧不巧的是 女神在一天邀请了女性阿赖去家里过夜 后宫团不同意 于是全员都去了女神家里 结果他们发现女神家里 竟有一房间 全是玩偶 询问才得知 原来女神是个玩偶控 而到晚上休息的时候 亲吻又在争奖跟男主同床的机会 但最后 却是阿赖被他们赶到了玩偶房间去睡 也先要被赶了出来 因为事到半夜阿赖发现自己变回了男生 但他没想到 女神竟然搞夜袭 二话不说 转进了阿赖被窝 就在他即将用手察觉到阿赖的身份时 红衣正好出现主旨了 而红衣之所以会变成肯不发 也是因为附近有肯不发的出现 而强制变身 果然在状态上 竟然出现了白色手环的肯不发 而对方没有缠斗 似乎只是过来宣誓一下身份 回过神来 阿赖发现女神已经混了过去 就在我以为故事要回到战斗主线后 变局却真的是会争获 因为在这之后会长单独约了阿赖 阿赖以为会长是要调查白色手环 结果会长就是单纯想约阿赖而已 没有其他想法 而阿赖竟然在与会长约会时想着女神 最终人也不怕头被魔女带着满世界炮 而他们两人约会的事被青梅发现了 青梅很生气 揍了阿赖后又去跟红衣汇报 而红衣也很生气 单纯只是要叫阿赖也跟她约会 地点是永迟 后宫翻的灵魂就是永装福利 所以这次约会也不是单独的 全员上阵开个够 不过不是我想吃毒食 主要是你看这几女的脸 有个勇都能满脸羞红 这种复分内容我是真不容博啊 不过全员后续还去酒店狂欢 这个就有得说了 这间阿赖跟几女来到酒店后 近回会长又一次整活 说出两人接吻拉斯的事情 为了让他们相信 他不惜又一次上演 这道红衣青梅是气得要死 可是反观女神却一点兴奋 看了他对男性阿赖是真没有想法 不过在几女起哄的时候 他却突然拉着阿赖出去 然后告诉阿赖去勾引会长 如果阿赖感对会长霸王硬上弓 那么他就会奖励阿赖 这种话竟从女神口中说出 但阿赖却没有太大的反应 并且还在变身成女性后两眼空洞 他被女神给精神控制了 于是阿赖真的打算来推倒会长 而会长也真的愿意把自己交给阿赖 但是中途却察觉到 这不是阿赖的意愿 他有自己的尊严 所以打晕了阿赖 而在隔天会长却被女神在后背嘀咕 尊严什么的丢掉不就好了 会长对女神产生了怀疑 再次女神就是所谓的调停者 所以他去女神家里偷了一个玩偶 凤凰山巴掌后 玩偶终于等不住叫了出来 这下子女神的身份暴露了 会长也了解到 原来他们这些啃扑法 只过是替遥远的外星势力打工而已 红蓝两队代表着外星的两大势力 调停者就是为了让他们不要战斗 然后从地球选出代表来战斗 赢的人就会划一拳 以上这个办法 就是第三方势力调停者想出来的 而白色啃扑法主要是听命于调停者 毕竟他们选出来的人 如果都像阿赖他们这样 还打个屁啊 白色手环就是处理像阿赖这样开挂的人 但是白色手环的啃扑法 真的都是一群小辣机 会长他们三人轻松应对 不过阿赖却已经被女神控制 魔法属性的他火力全开 竟将三位后宫全部打倒 就在女神命令阿赖杀了几人时 阿赖却看到之前曾为会长的礼物 大脑瞬间清醒 虽然在心中有女神 但毕竟她的第一次都是交给会长 会长才是永远的神 情侣获救后也马力全开 不过这其他的战斗画面 那我全程问候 因为咱也不知道为什么女神竟然会脸 猴人家都要杀了你呢 暴依而已真的那么在乎吗 再说了这里全都是女了 你还修个忙啊 你看看男主几个后宫 为了保护阿赖 力量涌上全身 衣服自动爆开都毫不在意 可女神终究是女神 该有的坚持还是得坚持 她想要继续控制阿赖提打战斗 为此不惜要亲吻阿赖 让她彻底沦陷 结果阿赖却变回男性身体 女神顿时怂了 连续删了阿赖十几巴掌 打手就想被她给弄晕了 当女神就带白色手还种人 撤退了 而你以为故事就这样结束了吗 并不 全片的核心就是这最后的奇妙 因为几女吃醋 女神和会长都要亲吻阿赖 所以她们竟然轮流上去亲吻 而且心情竟然还能修复暴衣 就算是后宫玩也不带这么玩的 七个修 而本座除了看阿赖的后宫福利以外 白色手玩的众女也是一塌看点 甚至比主力后宫还要强大 因为她们全都是听名于女神 也就是说 女神也开后宫 是绝对的百合 但这是李人格的心血爱好 而表面人格则是喜欢看男人之间的秘密 是绝对的妇女 反正两个人格的举相都很特别 不过就像第十集的后半段剧情 我愿称会长大人 永远的神 我是少年 因为明天有可爱的九星人男孩 如果喜欢我的解说请点关注 那么如果视频点赞转发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